好这个是上个礼拜的熊熊 今天是2018 4月24号 上礼拜熊熊那个皮肤很多红着 然后它去咬很痒 然后我们上次怀疑是包尿布的关系 所以上次是洗完第一次 那个保养系列的植物的成分的时候 洗完之后要吹毛的时候才发现 所以没有使用到第二道步骤 然后刚刚洗完 这次有帮它使用第一道是皮肤专用的 然后有再加上第二次西式液的成分 再帮它使用再换布 没有冲掉 然后刚刚有检查了一下 它上次使用的那些部位几乎都好了 红肿然后颗粒那种红疹都没有 可是我们有发现它好像那个 这个地方刚刚有特别观察一下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看起来是 看一下这样 看起来是它有去咬 但是刚很红有伤口 那现在是看起来是还好 所以这个这个地方 因为刚好是包尿布这个地方 所以有可能包尿布它不舒服去咬 那因为这个毛刚还没梳开针 它这边毛有纠结在一起 那表示它是有去咬 所以它是因为痒才去咬 然后目前看起来是刚刚有加强的这个地方 然后看一下它的肚子很多那个小红疹 现在看起来还好 这个就是尿布疹 所以这个地方也有加强 让它这个地方比较不容易有尿布疹 就是帮它使用一些比较抗过敏的 然后消炎的抗菌的一些成分 那很重要一个地方 就是如果我们包尿布的话 很多狗狗这个地方会有这个尿布疹的问题 那它怎么处理呢 好那我们现在包尿布的时候啊 这个是我 我帮我们家狗狗包或客人的时候 的狗狗包尿布的时候 一定会帮他们做的一道很重要的处理 就是使用那个芳疗植物萃取液 那这里面含有75%的消毒酒精 那75%消毒酒精 它本身就有一些杀菌的作用 那什么杀哪些细菌 呃功能 消毒酒精的话 就可以自己上网去查 那这个里面 重要的是这里面的植物的成分 必须要把它 喷在上面 好那如果它有尿尿或一些病菌 或不透气的时候 这个植物 呃 每一种植物 它有它独特的那个一些特性 所以它可以让狗狗 比较不会有尿布疹 那狗狗也会比较舒服 弄起来会香香的 不会臭臭的 好 那就提供大家做参考